我旁边这台呢是最新的2020款的明觉6 之前呢我们已经在赛道上 已经在公开道路上都是驾过这台车了 那为什么今天我还要再来体验一次呢 因为这台车不是一般普通的明觉6 它是一台插电混动的明觉6PHEV 那么这台车呢其实已经正式上市了 它的基础入门售价呢是13.98万元 足处比改款之前的那个版本的1.5T的插电混动呢 便宜了2万多块钱 这个性价比啊确实高了非常多 所以今天呢就来看看它到底有什么亮点 走 鉴于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呢 跟我们之前试的燃油版呢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搞清楚这一套最新的 混动系统它的整个效能包括它的实际的体验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一套动力呢其实还是跟 我们之前试的那个1.5T的基础上面去做改进而来的 最主要的变化有两个 第一个变化呢是它的电池 现在换上了一个11.1千瓦时的新的电池组啊 这可以让这台车呢最长的纯电缺号里程去到70公里 比之前55公里呢小有提升 其次呢就是这一台车的电机了 那么现在这一组电机呢可以输出100千瓦 以及250牛米的一个数据啊 再加上这一个1.5T的发动机呢 整体整套动力可以输出超过300匹的一个马力 然后它的扭矩更是恐怖啊 去到480牛米啊 听起来是挺唬人的 但其实呢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有那么大的一个扭矩的输出啊 这要在它满电状态在80%的电量以上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输出 而且呢这台车现在配置了一个非常智能一个电驱管理系统啊 所以实际开起来呢 你并不会觉得它很难控制 或者说开起来不好上手啊 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呢这台车有4个驾驶模式啊 跟这个羊肉板一样 这个车在方向盘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Super Sport 就是超级运动的模式 在日常驾驶在市区上面这样走走停停啊 我觉得在normal或者在eco的模式上面 这个车的动力呢 它是挺有亲和力的啊 日常平顺开没有问题 但是呢今天在一个封闭场地的时候 我们也试了这个超级运动模式 就是我发现它的整个动力的输出呢 刺激感的啊 我既油耗也只是五升出头 我觉得已经算是挺优秀的了 毕竟呢大家去选择一台新能源车 无非也是想要多省点油 去降低用车的成本吧 那么其次才是拿到一个绿牌 让你在这些一线大城市上面可以创新补足 对吧 其实呢今天我们开到这台明觉6呢 是明觉6这个系列里面最贵的一台车啊 售价16万多的这样一台插电混动的Trophy版本 那么在这台车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丰富的配置了 那么尤其有一个配置呢我觉得真的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这个L205级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那么这一套系统呢我觉得今天这一天我用下来呢 体验是非常好的 首先呢我在市区里面我就已经可以开启它了 像现在这样在繁忙市区 你开着它这个自动跟随的功能 也就是它里面这个叫做城市拥堵辅助系统啊 就是它可以实现排队跟车 那么你开启它之后呢 前面车动它也动 前面车停它也停 右脚呢就不会那么累了 像前面这个车刚刚插队插进来 它的整个动作呢 我觉得也做得挺自然的 不会说突然来一脚中杀 整个动作还是挺和缓的 包括在高速上面啊 今天我觉得一个非常惊喜的地方 就是它整个识别率真的是非常的可观啊 今天在高速上面我们经历了一场大雨 那么在大雨的时候我觉得肉眼已经比较模糊了 但是它整个摄像头包括雷达 对于车距的判断 对于线路的判断还是相当的准确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值得一赞啊 所以呢在很多的实用场景上面 你都可以用上这套系统啊 确实顶配花了那么多钱 这个系统是有用的哈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价格啊 现在这个车刚上市不久 13.98万到16.68万元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确实呢比前两年这个价格要落地很多 亲民不少了啊 因为最开始ENG6刚推出来的时候 16万到18万这样一个区间呢 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好接受啊 毕竟这只是一台A级车 但是呢现在这台车就入门14万都不到 然后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它的次低倍版本 15万不到就可以拿下手了啊 配置呢我觉得也挺齐了 有AUD大灯有这个大屏斑马系统 也有四个气囊给到你真皮座椅啊 定数巡航这些基础的功能呢 大多都是齐备的了 那么所以如果你最近是想要考虑入手一台 插电很动的这种A级车 想要年轻化一点的形象 想要好开动力强劲一点的 那么你真的可以看一看这一台 明觉6的插电很动